瓦礫及水泥塊突然崩塌 散落一地 甚至波及到一旁馬路 更在地上掀起陣陣沙塵 台北市大安區文昌街 一棟老舊公寓 十九日晚間約十點半 五玉井樓地板倒塌 洪田巨響嚇得隔壁住戶 連忙跑出家門查看 一陣震動啊 就是跑下來 因為這幾天下雨 附近住戶嚇壞了 直言不幸中大幸 就是發生在晚上十點之後 因為在這之前 經過的人和車都很多 而從現場碎石磚瓦坍塌影響範圍 占據一半車道來看 若在十點之前發生 後果不堪設想 應付查證這個建築 是美國五十六年的加強專長 如果力量撐著 他基本剛才都沒有看到住 就踏下來了 不足沒有善定管理人的責任 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險 我們會究責的 比較傾向是危險建築物 老舊危險建築物的建築物樣態 這樣的可能還是要拆除 因為他還是會有立即的危險 會有坍塌立即的危險 雖然沒有人受困受傷 但是專家研判這棟公寓 只靠兩側磚牆支撐及木板加建 並不是以鋼筋加上混凝土新建 又年久失修才會說他就他 建議非拆不可 出動山貓殘土機等機具 緊急清空露面 也圍起封鎖線進行管制 建管處表示會發函建物所有權人 依違反建築法採處之外 也會要求限期改善 確保公共安全 華視新聞曹生翁前晃 李明威台北 請問一下 哈囉 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